這一次我們看到美國跟我們講說 台灣那個機場滿小的啦 如果真的打仗的話 飛機起降根本來不及 很快機場整個就被淹沒了 你們應該怎麼做呢 不要買飛機 買飛彈 請問他叫我們買飛彈 是不是其實是另外一種推銷的手法 這個美國這些智庫 有時候說真的 實在是讓人覺得看得眼花撩亂 怎麼說呢 那個八年前那時候 馬政府即將執政的時候 那時候美國丟出一個東西 莫瑞報告 對不對 莫瑞報告說 台灣這也不對 那也不對 你們應該怎麼樣怎麼樣怎麼樣 現在這個馬上蔡英文要執政了 馬上要丟出這樣一個新的報告 你們這也不對 那也不對 你們該怎麼樣 實在讓人覺得 這麼眼花撩亂的莫衷一事 當然你今天 他今天所提出這個提議 你說他能不能說他完全錯 當然也不能完全錯 他也的確點出了一些事實 因為畢竟台灣現在來講 我們整個作戰環境之中 台灣西部這些主要的 這個戰機的機場 他們其實的特色都是離海邊很近 離海邊很近的話就離海很近 離海很近的話基本上來講 攻擊軍如果要攻擊的時候 他在台灣海峽另外一邊用大量的 包括短程滴對地飛彈 還有包括甚至於像現在炮兵火箭 的確是可以癱瘓我們的機場 但是你說他癱瘓我們的機場 然後我們就完全無計可施了嗎 也不盡然 第一 你看我們有這種所謂的 跑道搶修包 我們也有這樣的 準備這樣的東西 第二點就是你今天 你那個跑道今天真的遭到破壞以後 對不對 你實際上 第二 我們還有東部的機場 其實現在來講 我們現在的這個戰機的機場 跟過去來說 也有做一些疏散的作為 例如像他都會把原本 那個機場只有一條跑道的 現在他會把其中一條主要的滑行道 把它整個拓寬到跑道的規模 在這個情況下 你要用來癱瘓這個機場 你的彈藥就更多了 還有一點 短程地對地飛彈來講 他雖然說號稱有1500枚 但這1500枚 不是馬上就全部1500枚 通通射出來 是庫存對不對 不是 就他會一批一批 可能一次大概100多枚 一次100多枚 而且每一批跟每一批的時間 都有間隔的 所以對於我們台灣的軍方來講 需不需要去強化這個防空飛彈 的確需要 因為說真的 防空飛彈 如果說今天敵方的這個戰機 還有那個飛彈 如果要飛到我們這邊來的時候 像我們有愛國者三型 愛國者三 愛國者二 還有天空三等等 這些都可以用來攔截彈道飛彈 這些當然可以削弱一些 敵方這個短程地對地彈道飛彈 對我方造成的立即的損害 然後當然其他這個 包括像防空系統來講 特別是我們現在 也非常著重這種 機動的防空系統 還有像你看這個畫面上 看的這種像天空飛彈等等 愛國者飛彈 它其實本身也都是機動部署的 當然其實這次 他這個報告也是說 你們台灣其實要多強化這種 就是比較長射程的 這種地對空飛彈 長射程的 對 像這個天空 天空三 天空二 天空三 我們不夠嗎 以現在來講 你說你要 因為畢竟 對現在我們 對台灣的來講 攻擊軍的這個戰機 數量的確相當多 但台灣其實嚴格來說 也已經是個插滿飛彈的小島了 很多 台灣其實是一個插滿武器的小島 另外你說以戰鬥機來說 他們好像就說 你們台灣應該只要保留 有少部分的F-16跟這個 甚至於只要50架就夠了 但你說夠不夠嗎 你說這個其實嚴格來講 當然就是說 現在對台灣來說 攻擊軍的這個戰機的性能 也大幅提升了 這也是事實 對我們來說的話 你說你現有的F-16戰機 性能提升以後 能不能夠滿足這個防衛需求 這個東西 如果你說今天那個性能提升以後 它能夠滿足防衛需求的話 對他來講 所以對這份報告來說 因為我們現在等於 所有的現關 現在三款主力戰機裡面 雖然說F-CQ-1 在我們自己的航發 漢翔有做性能提升 F-16 未來要做F-16V的性能提升 所以他當然會建議你說 你的飛機的數量 似乎可以適度減少 然後加大對防空飛彈的依賴 但其實這個地方你就要講 就是說以台灣來講 他們會特別指明保留說 你們應該保留F-16戰機 因為F-16戰機對我們來說 它是一款多功能的戰機 也就是說它不但能夠防空 它也能夠反制水面目標 然後對地進行攻擊等等 等於是一個全能戰機 因為當年F-16戰機 在賣飛機的時候廣告的Slogan就是 Buy an Aircraft Get an Air Force 也就是你買一架戰鬥機 等於把一個空軍都買進來了 買很多當時 對 然後但是你看 像我們的幻象2000 現在鏡頭上幻象2000 基本上只能對空對空的攔截 像F-16 K-1 金國戰機來講 雖然說OK 它是我們的自製的戰機 然後有很多的武器 也可以跟它整合 但是整體來說 這個F-16 K-1 金國戰機 它當初在設計的時候 特別是要牽涉到一個 控制率的問題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 它這個戰機其實還滿有意思的 也就是它的起飛速度 會比降落速度還要小 也就是說 F-16 K-1 金國戰機 在降落的時候速度很快 所以它需要比較長的跑道 所以一旦發生這種狀況的時候 F-16 K-1 金國戰機 其實可以說是 大概是目前三款主力戰機裡面 可以說是最脆弱的 也就是因為它需要 最長的跑道來減速 所以這個的確對F-16 K-1來講 是一個比較不利的因素 所以它這個報告就建議你 你F-16換下2000 跟F-16 K-1 金國戰機 那你就乾脆把其他兩種 通通泰除了 只要保留F-16 但是我個人認為 當然你說以台灣來說 台灣真正當然最符合防衛需求的 絕對是一個短距離起飛 然後可以垂直降落的戰機 因為的確那麼多的飛彈 真的是很要人命 但是你今天台灣能夠獲得F-35嗎 我個人認為 未來20年都不可能賣給你 為什麼 因為其實這個飛機 它本身它的科技的等級太高 然後也就是說 而且對美國來講 我現在賣給你F-16戰機的升級套件 然後才剛升級完 然後你馬上又要再買新的戰機 你的財政負擔了過來嗎 而且第二 你其實以台灣整個防衛需求來說 你其實美方一直認為 你台灣應該再增購一個連隊的 F-16戰機 然後我要你買五毛的東西對不對 你五毛都不肯出 你要跟我買兩塊的 那你覺得我美國會賣給你嗎 就是美國是不是因為自己 推出了新的導彈系統 所以他想說就Push叫我們台灣買 當然也是沒錯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它這次它本身當然 第一它這個機動 野戰機動防空飛彈系統等等 你看它可以看到 它有一款它既能夠打AM-9的 另外它其實也有一款飛彈 它是可以整合AM-120的 是一種野戰防空飛彈系統 但其實你說這個野戰防空飛彈系統 因為它是用AM-120的飛彈 還有AM-9的飛彈 然後綜合來做一個短程的 典性質的一個防禦 但是我剛剛講到 防空飛彈系統 至於一個空軍 其實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的任務跟能力只有單一 你說它只能防空 而且你任何一種的這種 地對空的防空系統 即便你是機動的 你要馬上從AD轉換到BD 去強化BD的防禦能力 基本上來說是不可能的 也就是說因為你逃得再快 你沒有飛機快 所以你飛機今天 我今天要來攻打A基地 發現A基地佈滿了防空飛彈 我馬上溜到防備比較鬆懈的CGD去 可不可以 可以 但是你這個時候 你的飛彈防禦系統 或者說你的地面 地對空防空系統 能夠馬上從A基地拉到CGD嗎 不可能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美國他當然 他這個情況下 希望你能夠多買一些 但其實以台灣來說 這種 他這次就是他出的這種 新的這種野戰防空系統 對台灣來說 其實台灣自己也有研製能力 我們也有 對 而且其實台灣之前 也買了很多中科院所生產的 我們有比他差嗎 有嗎 基本上來講 那當然因為我必須要說 很誠實的講 你今天在做這種飛彈研發上面 或是說防空飛彈 或是空對空飛彈研發上來講 大家會認為美國貨最可靠 為什麼你知道 因為美國貨 他在整個生產 開始生產 開始測試 就是他的研發到測試 完成這個距離對不對 他其實有法律的規定 你要進行多少實彈的科目 所以就是說以美國來說 他開發一個地位空的防空飛彈 他大概要試射100次 這試射100次裡面 又規定大概其中有四分之一的 要由真實的彈頭來做測試 也就是說他整個一種飛彈 他整個研發完成到量產浮衣 他至少要打掉25架飛機 25架把機 所以你看這個量是多麼大 所以大家都知道 你美國的這個東西做出來 有前面經過這麼長的一個過程做 做測評 所以大家當然放心 你台灣我們今天做的防空飛彈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 這麼多的把劑讓你去打 當然是沒有了 所以說研發出來的飛彈 到底可不可靠 有沒有問題 說真的 大家也都心中 還是有那麼一點小小疑慮 但是基本上來說 中科院的細緻中心 也是專門管飛彈 生產這個部門 其實長久以來 他們的能力算是還滿強的 所以我對台灣自己生產的 不管是天空 天艦等等 這些飛彈 我倒是還算是滿有信心的